OK! 長毛突躍 窩居體樓團 600多尺的單位住了兩個大人 三個小朋友再加一個工人 他們全部都有很多衣物和雜物 但小朋友還有很大的活動空間 客廳還放得下一張按摩椅和鋼琴 到底是怎樣做到的呢? 立即帶大家看看 今次收到這個設計項目 屋主的要求就是要很大量的儲物空間 在客廳的偏廳位置做了一個工人房 工人房下面有一個儲物室 另外這個工人房的長度 為了配合一個標準長度 我就把大門小小地改小 令到其實埋邊本身有一個兩三寸的位置 就變成了一個八寸的薄身鞋櫃 為了小朋友有更多活動空間 飯廳用了摺桌 在走廊的場上 還加了可以放磁鐵的畫板 為了節省地方 睡房改用了燙門 女女房放得下一張三尺寬的雙層床 另外還有備用的紙床 先用房內每一寸空間來存物 就是仔房 也可以用盡三邊空間擺放家具 至於主人房 不單放得下特大雙人床和衣櫃 還有大量地台存放雜物 連窗台位都用來做書桌和化妝台 用盡所有空間 希望借錢公仔率出國讀書 但又擔心負擔好大? OK長毛業主私人貸款 提供特惠利率 和長達96個月的還款期 還款輕鬆少負擔 借還是不借還得到才好借? OK? OK? OK?